世界上家传户晓的四大黑帮 No.4 意大利的黑手党 黑手党起源于意大利 起先只是为了保护家人 后来其组织成员遍布全世界 逐渐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黑帮 很多影视作品中 比如说教父 我们都可以看到黑手党的身影 No.3 日本的山口组 众所周知 日本最出名的除了导国电影之后 便是戒合法黑帮 在日本大大小小的黑帮组织将近四万多个 而其中最大的便是山口组产的组织 山口组成员的业务广泛 除了经营赌博极色情业外 还收起了保护费 通常他们的手段是以丑闻 了解企业或者公司高管 从中谋取巨额保护费而得利 不管这些企业或者公司 无论是在伦敦还是纽约 只要是日资企业 就都得乖乖地交保护费 而日本的警察对这也不闻不问 将收保护费视为个人交易 不加干涉 No.2 墨西哥的贩毒集团 老墨作为美国的邻居 虽然其经济十分落后 但整个美洲的毒品都几乎来自此地 更输出到其他国家 对此现象老美一直头痛 因为墨西哥的毒贩各个势力膨大 其手下更是人手一把AK47 仿佛就是一个寡头军阀一样 始终无法彻底扫除 要是有警察敢做的话 还会被当地的黑人直接满门灭口 其手段极其狠辣 这便是墨西哥的贩毒集团 No.1 中国的鸿门鸿门 这个组织来源很久 其起源复杂 一般认为明末清初陈进南 所建立的反清风明转化而来 就是电影录影剧里面的陈进南 这个组织也有很多别名 比如红邦 天地会 三合会等 由于其来源都差不多 而且又都带有三点水 因此后来便直接统称为鸿门 孙中山当年就曾家 入治公堂 定在其中的地位还不低 属于护法 为了革命 他也是拼了 毕竟当时治公堂在海外的成员 足足有二十几万 这可是很大的一股革命力量 后来鸿门治公堂逐渐转型为治公党 斯图美堂依旧是世界公认的鸿门元老 抗日战争爆发后 当时的斯图美堂一年老 为了支援抗战 四处组织海外华侨捐款捐物 七十岁高龄的他一共募击了一千四百多万美元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不朽贡献 抗战胜利后 斯图美堂回国 不仅没有受到欢迎 蒋介石反而还认为斯图美堂私自阻党 对其极为不满 而当时共产党则是另外对待 周恩来不仅肯定了他的贡献 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参观 斯图美堂得到了很高的尊重 1947年 国民党召开国党 蒋介石为了获得支持 想请斯图美堂当代表 于是蒋介石派出另一个上海黑帮大佬杜月生来劝说 蒋委员长让你当 你就当 他不好惹 杜月生说 难道我斯图美堂就好惹吗 斯图美堂愤怒回道 于是不欢而散 1949年10月1日 北京开国大典召开 斯图美堂因毛泽东亲自邀请 参加了开国大典 当时的他就站在毛主席身后 当毛主席那熟悉的口音宣布时 作为中国曾经最大的鸿门组织元老 斯图美堂的心里 想必一定会感慨良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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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机